第十二集 鱼公移山 在《列子摊问》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 在冀州以南 河阳以北有两座大山 一座是太行山 一座是王乌山 山是雄伟 方圆七百余里 在山的北面住着一个叫鱼公的老汉 头发胡须都已经白了 他家的大门正好面对着这两座大山 出门办事 每次都要绕好远的路才行 非常不方便 鱼公很是烦恼 他下决心要带领着全家老小 把这两座大山挖掉 于是他们就一起开干了 挖下的泥土石块 他们就运到渤海边上去扔掉 他们干得非常投入 一年四季很少回家休息 在黄河边上住着一个老汉 因为他很精明 大家称呼他制守 制守劝鱼公说 你这个人可真傻 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天 怎么可能搬动这么大的两座山呢 鱼公却说 我看你比我还傻呢 不错 我是老了 活不了几年了 可我死了还有儿子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 孙子又会生儿子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可这两座山却不会增高了 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它挖平的 后来鱼公挖山的事儿让上天知道了 他被鱼公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派了大力神下凡 把两座山卑走了 从此以后 济州和汉水的南面 就再也没有高山阻挡了 现在常用鱼公移山 来比喻做事有顽强的毅力 不怕困难 坚持到底 我们在这里